这十四年前 这宋白宇还是个孩子 在香港读书呢 十四年前宋白宇是还小 但是现在 他是王大志的律师 还去过彭娟家 太可疑了 必须得查 老周 老周 是这样 经过公关 初步筛场 全国有几十个地方 能够烧制这种高仿瓷器 而且还在不等东西 图队刚刚打电话问我 咱们能不能通过技术层面 有一些突破 来缩短一下筛查时间 或许可以试试公布分析 辛苦了 好 好 看活 这股评的微量元素 和样本时的重复率非常高 好 喂 老周 我们已经找到了 来源地 二龙山 好 那麻烦你们去一趟二龙山 给公安做一下技术试试 嗯 好的 走吧 行 二龙山 烧腰卖瓷器的都有好几十户人家呢 这个村子就是靠卖瓷器和供应品维生的 我们在村子里走访过 大家反映 从气形和优质来看 肯定不是比量生产的 那就是说是给偷文物的人专门定制的 而且烧制的工艺非常高潮 就算在二龙山 也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收益 经过筛查 我们锁定了三个人 田城 刘宝才和这个冯杰 没错 我们已经对三人进行了问话 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烧制的验品品质 现在我们只能以协助调查的名义 留他们二次要事 一旦调查时间结束 制造验品的人 会不会着急把证据毁掉 时间紧迫 希望你们能尽量找到一些线索 已经十四年了 是 我也想不到 什么样的痕迹 能保留十几年不被破坏 同志 我麻烦看一下 谢谢 这十几年前 前程就在县里面 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你查什么呢 要不然我们去刘宝才家看看 一会儿去 我想到一个办法 周人 好 是 正在 吃 吃 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